来到独居长者王岳奶奶家中 无况老旧夹杂着浓浓霉味 新北市中和区公所响应医政部内政署政策 在农历春节前派遣替代一男 帮独居长者打扫环境 消防局也前往长者家中安装真烟型住景器 一切都用心王奶奶看着看着忍不住声泪俱下 原来四年前大儿子过世 小儿子身体状况不好又远在南部工作 独留他一人居住 很感动 感谢您在这种厚厚 我明祖婚 我很可憐 没怕 没怕 自己来打扫 跟这些主持人计判大家 全部理订也很好 一个位处装 这样多少 一个位处装 这样多少 一个位处装 我跟他们饭做 我要出五千就对了 有一个人家庆会的罐 我們剛來的時候其實有點嚇到 因為阿嬤其實好像已經好幾年都沒有清理這間房子 然後就是看到的時候是就是蠻驚訝的 然後我們就大家分頭合作 然後把該清的垃圾一起搬下去 綜合區長賴俊達前來關心王岳奶奶 新年即將到來也順便幫奶奶換上新的春蓮 更送上生活用品 區長賴俊達表示 每年過年公所都會派替代役幫忙到獨居長者家中打掃 並製增物資 小小的心力希望讓長輩安心過好年 過年的時候我們都會我們的替代役來幫忙 來為我們族居長輩來居家環境的打掃 除舊不薪 同時也代表我們侯友與市長來慰問 然後送一些物資 希望說在我們這些獨居的長輩 能夠過一個好年 我們現在真的很感謝公所還有區長他們 就是針對一些獨居老人 然後有一些幫忙 然後還有送餐的服務 然後甚至還有居家關懷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政策 從王月奶奶家中清出了這麼一大堆廢棄物 因為王奶奶行動不便 沒用到的東西也只能堆著 久而久之影響到居住品質 好在有公所同仁的努力 總算讓王奶奶也能感受過年過節的氣氛 記者的江原科新北報導